什么都没有 怎么办这个人呢 都是跟他坐了一个桌子 一个两个长灯 他没有等着他 一十七年了 一十七年了 是他一十七年他墨镜 他墨镜就是不是在这里湿的 他从那个厚城里了分 在别个地方湿的 他八岁的时候就得了那个水盐 也是只偷袭 村里也照顾他了 他也照顾他 他都是困面的孩子 无依无靠 有的时候回来的都是在我这里 吃下饭 他父亲死了 一公里的每次家里去 都是去了我这里 这个五个都是城城可以建的 他没地方去 他父亲洗了那个房子 只有一年多就死掉了 去缺和死掉了 当时起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父亲还在 在 父亲还在 父亲在的时候 城上给他十万块钱 起了这个房子 起了一年多 他父亲在那个 文殊那边 在文殊那边 在文殊那边 在外面打根回来 去摩托车 被他小的创始 就是这个人 这个要感谢国家 是国家推进的 是国家推进的 不要我倒过 他的情况 就是 他爸爸去之后 赔了一点钱 父亲治疗到堂上 那 一去就是几万了 多多了 去得好几次了 以前是没有报销的时候 是吗 有一点 不多 那时候不多 现在就多了 现在多了 现在是 父亲是 不在好多钱 吃药 吃药要好多钱 那时候 你们可能 唯一的亲人 对 有时候还打电话给我 你跟他爸爸 是 几重这样的 家族关系 是家族关系 我爷爷跟他爷爷是 他老爷爷 我爷爷是跟他爷爷 老爷爷是 那是 那是 包心 包心 包心就是同一个兄弟 一个爷爷 下来一个 那是四代吧 三代 我给他说三代 隔了三十代了 三代 海哥 别担心 我心愿没完成 不会随随便便离开 我起死回生很多次了 最严重的我爸 准备把我拉去火化了 所有亲戚都来了 我听到我爸要把我火化 我就醒了 我没那么容易死 我很顽强 我啥都不害怕 只怕欠人情 因为我还不起 钱可以还 情还不了 不是谁都会这样对我 透析 多数人不知道的事 透着透着 有些人就走了 尿毒症不可怕 怕的是 病发症 就连和平矿泉水 一不小心 就要进ICU 隔壁楼隔山 太多 我们不了解的地方 它的坚韧 它的乐观 让人敬佩有薪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